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李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四下午的3点38分 加权指数越跌越多 售盘跌了159点 早盘开盘的时候已经开始有那种要杀盘的味道 果然越跌越多 到最后很多当冲尾盘都冲出来 因为现在做当冲的人很多 做当冲的人很多尾盘都有一些卖压会释出 不管是涨或跌都一样 今天尾盘也是很多找盘买进去的 看不行到最后冲出来 让尾盘的下跌是加速的 今天台北股数为什么会跌那么多 有点压抑 你最近这几天你有没有发现到 林何月一直在卖股票 我一直在卖股票 我还甚至于一直跟大家谈 要见好收见好收 你如果看我的节目 今天回档不意外 不意外 早就在预期中了 但今天下跌也不能说 今天一跌整个行情就变空头 也不能那么武断的说 行情本来就是涨涨跌跌的 你也不能说因为今天的下跌 整个行情就变空头 那到底这个行情是多还是空 知不知道 我在这个礼拜六 你猜也没有用 你猜错反而麻烦 这个礼拜六 6月16号礼拜六 哇 666 大顺 6月16号礼拜六 下午在台北 我也常讲座 最近很多人一直在谈端午变盘 到底变上还是变下 反正去中秋也是要变盘 元宵也要变盘 端午也要变盘 清明也要变盘 哪那么多变盘啊 到底会不会变盘 你不要猜 猜没有用 用不对 给麻烦的 猜错做错赔钱 林台院在看大盘很准的 我用我时间密码 加我自创的计量图 来跟大家分析 让你看到接下来真正的趋势 真正的方向 你看到之前 几次大的转折 我都事先给你预告了 几次大的转折 我都给你预告了 接下来大盘何去何冲 不明来听话 我来告诉你 我们报名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你可以把电话来报名 来参加我们这一趟 礼拜六下午2点台北厂的讲座 好今天台北股市跌 跟什么有关系 跟昨天美国股市升息有关系 美国昨天管升息一马 跟我预告的一模一样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礼拜礼拜二的川金会 不用有高度期待 不会有什么 比较具体的东西出来了 市场影响也不大了 礼拜三联总会利率会议会升息 国安政人生息 而不信用 生息并不代表一定是坏事 懂为什么 以以前来说 生息是一种工具跟手段 以前 大盘景气过热 国家不希望景气冲太快 所以他会去踩刹车 所以会升息 那这样升息单就可能就会比较 负担比较重一点 那这次美国的升息比较不一样 因为长期以来 已经变低利率跟负利率了 这是一个不对的情况 你怎么可以让银行 没有任何的成本负担 然后把钱去借给人家 去赚那个利差 企业怎么可以用那么低的利息 然后去用资金的杠杆 反而牺牲掉所有普罗大众 应该享有的存款的利润 你把老百姓的利润 全部都拱手给产业财团了吗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所以美国他只是要回到正确的情况 昨天升息之后 美国的利率1.75%到2% 这样的水准 这样水准还是太低了 没有错 升息企业会有一些负担增加 可是以目前的贷款利率 还是太低了 1.75%到2%也会太低了 所以接下来 下半年还会两次升息 明年还会有三次升息 美国的部分 美国的目标利率 是在3%到4% 那个缠站 那个是差不多合理的位置 所以升息你不需要把它当成是洪水猛兽 如果没有好的经济状况 美国也不敢这样做 但昨天宣布升息完之后 美国股市是杀尾盘 可是跌119点也不多 119点只有0.4%而已 只有0.4%而已 相当的台北股市跌了50点而已 昨天客气股的部分 只跌0.1% 跌0.1% 可是今天亚洲股市跌幅就扩大了 南韩1.8% 日本0.9% 新加坡1.2% 到亚洲这边就突然间就扩大了 台北股市更多 跌到1.4% 因为台北股市散户结构太多了 股市乱想 容易超涨容易超跌 尤其现在当冲做的人多的时候 往往找盘买进去的 到尾盘就会杀出来 当行情在跌的时候 尾盘那一波 当冲任赔杀出来那个力量 不可忽视 这个行情我之前跟大家谈过 我一直提醒你 我一直提醒你 第25天 这里第25天 我一直提醒你 第25天 第25天 但这个行情下来之后 到底会直接一路狂蟹下去呢 还是蹲了整理之后再走 大方向还是比较重要 短破断的趋势 其实也没有来得那么重要 你看今天加权指数跌了159点 OTC今天只跌0.1%而已 OTC只跌0.1%而已 可见的今天加权指数跌了那么多 你看全职股 20几大的全职股就跌了123点 这20几个全职股就拌掉123点 那其他股票其实加总起来其实也不多 所以重点是在个股的部分 你如果去买那种已经涨很高的 当然今天压力就很大 那如果你买底部的股票 就比较没有感觉 你看前几天 我跟大家讲建好收 你看论泰拳 我们64块 一波坐上来64块钱卖掉 但论泰拳今天还是很强 那为什么要卖论泰拳 因为论泰拳它还是有固定的周期在走 你看从这里涨到这里 有空你自己去算 对财 起来财 从这里再整理到这里 这里整理完之后上来到这一天 到这一天时间正好结束 时间正好结束 所以这些时间结束之后 我们隔天一开盘 我们64块钱就卖出 卖出之后它就跌回到61.5 基本面很好啊 古泥碳15块 今年第一季就赚了3.4 股价60几块钱便宜啊 问题是行情是一波一波一波的 当这一波时间结束之后 它要进入一波修正 一段时间之后它才会再走 那你去浪费时间死报活报 就没意义嘛对不对 逢高先卖 钱收回来 等它整理完再接就好了嘛 所以我们在64块钱卖卖的很漂亮啊 暂时要进入修正的阶段 你看我们8429经历 但经历还是很强啊 可是40% 40%了指标高了 钱先收回来 放在口袋里面 不是很好吗对不对 何必让夜长梦多呢 你要说舍得舍得 要有舍才会有得 你如果一点付出都没有 一点舍弃都没有 那自然而然很多机会 你就得不到了嘛 是不是 所以中国字其实有蛮多学问的 会买你一定要会卖 不要这也舍不得卖 那也舍不得卖 那到最后就要套住了啊 是不是 今天经历大概还是不错啦 还是蛮强的 可是赚了40% 把钱先收回来 我觉得也不错 4114的剑桥 我们这两天也卖掉了 那为什么卖掉 其实他今天也没什么跌到啦 跌五毛钱而已 生气展都结束了 没有更多的一个利多话题 那去跟他赌也没意思嘛 是不是 所以赚先收再说 卖五票都没问题 探钱卖五票都OK 哪怕赔钱 你愿意卖 下一只股票再赚回来就好了嘛 最怕就是怕 舍不得卖 不敢买 买就不买 那整个资金卡住之后就麻烦了 你看我昨天卖2408南亚科 也是很漂亮啊 掌握97块 今天纯91块半 一天就差 5块半 5块半 10点就5 10点就多多 10点就5万5了 时尚就5万5了 也是卖得很漂亮 2344华邦店 我们17.6买的 涨到21.8 我看上不去 卖掉 20几%也不错啊 建好收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看今天剩20元 你不愿意卖 又差5% 又差5%了 又差了5%了 但今天行情里面 涨高的股票跌起来是比较恐怖了 指数主要是被 几支全职股给占掉了 可是底部的股票一样 也是会去啊 你看昨天我们强棒初级里面 是昨天强棒初级推荐的 华通 昨天强棒初级推荐华通 我在9点5分 就通知会员 华通 34.5买进 34.5买进 随便买都买得到 因为当天最低34.2 当天华通 起5% 昨天我就觉得 有些人觉得很可惜 因为昨天 我原本是两支股票在挑 一档是华通 另外一档是联电 昨天联电是涨停嘛对不对 我昨天两档在挑 华通跟联电 就挑华通 华通 Key5% 联电涨停板 有会员说 老师你挑错掉了 应该要挑联电才对 以昨天的状况来看 好像是挑错掉 可是今天 又不一样了 路遥才芝麻利嘛 联电今天跌2% 反正华通今天是 直接拉涨停板 这样跳蓝支支队 跳华通就对了 2天15% 2天15% 那今天很多人 一定在谈华通 一定的 今天已经尽管老师在说华通 因为华通涨停板嘛 对不对 很多老师看行情快涨停了 叫人去買 叫給人去買 然後出來恭喜漲停板 奧布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子 每天都是漲停板 每天都他家漲停板 這個奧布我是不想用那種東西 我騙你們的意義 我在這個市場二十幾年了 我又要不騙就走就消失去了 可是很多老師還是繼續在騙 每天都是漲停板 漲停板都他們家的 有這麼厲害 你比古神巴菲特還厲害 古神巴菲特買股票經常被套 航金本來起起落落 賺賠賺賺賠賠都會正常的 那如果每天都是你家漲停板 漲停板每天都拎刀的 那你比古神巴菲特還厲害你當什麼分析師啊 你在家裡就好啦 你就是點石成金了嘛 一買就漲停 你早就比王康慶更有錢了 不是嗎 那要漲停板還不簡單 快漲停了叫會員去買就漲停板了嘛 這澳報 今天一定很多人在講 滑通 如果那麼厲害應該像我們一樣昨天就買了 我們昨天開盤五分鐘 我們開盤五分鐘就買了 大家都知道的 昨天強幫助理推薦的 我們現在代表 總共有一萬多個 好友 一萬多好友都是見證 對不對 不用今天快漲停板來叫會員去買 然後出來獻保 喔我們又漲停板了 那沒有用 華通什麼時候要賣 監量也蠻大的 監量也蠻大的 外資連買兩天 外資連買兩天 那是不是又是當底部的基歐股 我說我只買底部的基歐股 有沒有 是不是底部的基歐股 我大家股票都來啊 底部基歐股啊 所以股票的股票價不去 你也不用去承擔什麼太大的風險 可是只要一漲起來 都相當可觀 但今天跌了159點 我也不可能說 股票全部賣光光 我還是有股票啊 比如說 雅尼 我雅尼也沒賣啊 才跌兩毛錢而已 雅尼我這裡買的啊 129塊錢買的啊 不過也是還沒賣 因為外資也在加碼啊 禁止38 5月營收歷史新高 我沒有急著要賣啊 5534長紅 我也沒賣啊 跌三毛錢而已啊 大盤跌了159點 跌三毛錢而已啊 也沒差 三角 跳三個而已啊 我長紅 70買上來的 太40幾% 我也是還沒賣啊 我買的都是從底部開始做上來 我都是從底部做起來的 我不像其他老師都專門在追高追高追高 追漲停板追漲停板 做法不一樣啊 看你個人喜歡啊 你喜歡去追漲停板的 等下你就找他嘛 你喜歡像我一樣從底部買的 你就來找我嘛 每個人做法不一樣 我是以 風險為優先考量 保存 保存 今天跌兩 跌兩毛錢 兩角 撈兩角 大盤撈一百五十九點撈兩角 很厲害的啦 很厲害了啦 是不是就是一張底部肌肉股 基本上四竹賽要開始踢了 今天四竹賽要開始踢了 這個隨時會動 五月營收也是歷史新高 你看外國標準都沒什麼判掉啊 二九二九套地 五角 一條 今天跌比較多的是這一檔 橘子跌比較多 今天橘子跌了4.4% 昨天漲6% 昨天漲6% 今天橘子為什麼會跌那麼多 今天大於之跌停 自貫跌停 所以把橘子給拖下來 那沒辦法 被拖累到的 那橘子我們 6566買的 是不是底部肌肉股 是不是一樣是底部肌肉股 這裡買的 這對我們來說沒差在的 看什麼幾%對我們來說沒差 昨天法說會 老闆特別預告 第二季 賺的比第一季還多 第一季2.41 已經是歷年來單季最好 第二季賺的比第一季還多 老闆說 下半年賺的比上半年還好 所以法人聽完之後 法人預估 橘子今年至少8塊錢 我說你算錯了啦 老闆是沒有講說賺幾塊錢 可是老闆的意思 第二季比第一季好 那上半年就有5塊了嘛對不對 下半年又比上半年好 那今年全年老闆意思是至少10塊錢 九百跟他打8折 起碼8塊 那不管8塊或10塊 以他的股價 79元 等於比都不到10倍嘛 對不對 急什麼 膽會不會因為說這個樣子我就完全放鬆 我還是有停損停利的啊 停利點首在這裡 停利點吸回家 只要一破這個點 我就會退 你這個點沒有破 我就不用我就不會退 因為以他的獲利來看 黃金加才剛出來而已 如果再動 有機會再往上走 再走一波 尤其暑假忘記 剛要來而已 暑假忘記剛要來而已 所以很多底部的股票你也不用去擔心說 這個大盤今天跌那麼多 就完全都不對 也不是 你看信邦 今天跌三毛錢而已啊 對 我們強暴初期跟大家推薦的時候在這裡 連續三個月營收歷史新高 對 見頂 今天還是跌三毛錢而已啊 這個都一檔一檔底部的股票 五月營收歷史新高 對 新興 強暴初期前兩天推薦在這裡 今天反而大漲 也都沒落的啊 對不對 隨時都會供出去的股票 泰鼎 今天跌比較多一點 可是泰鼎我們是這天推薦的 推薦到現在還是賺錢啊 這個也是跌很深的股票 總會擔心不股票 總會擔心不股票 底部基歐股一檔一檔慢慢做沒關係 也不用那麼緊張 這個行情到底 要漲還是要跌 到底是要去還是要路 到底是要去還是要路 端午節會不會變盤 端午節會不會變盤 來聽我講啦 來聽我講啦 我們今天強暴初期是買 星光鋼 尾盤被打下來 因為早盤買的尾盤當中衝下來 所以買半路 跌了2%多 這沒差 外資昨天大買 這已經整理一段時間了 離岸風電又開始轉強了 6月份又有一波 離岸風電的競標 第一季就3塊錢了 在鋼鐵股裡面 他的業績算是頂尖的 第一季就3塊錢了 那股價不貴整理完 隨時都會在動 隨時都會在動 所以對我買底部的股票 不用怕啦 到底端午 端午節會不會變盤 自己猜沒意義啦 你再去用 啊 用不對就假的 直接來聽我 我用時間密碼 跟 計量圖 計量圖是最準的 因為他記錄了你我的成本 記錄了 主力跟法人的成本 這個騙不了人的 我用這兩個工具來讓你看 到底會不會變盤 讓你看整個大盤的方向是怎麼樣 這樣你就知道該怎麼樣做 你就不會做錯掉 禮拜六下午 禮拜六6月16號下午2點 台北廠的講座 大家進來預約報名 那如果真的沒有辦法來了 你也可以直接加入我們 5加5大於10 5加5大於10 那全套技術班帶回家 6月底一起來上課 6月底一起來上課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順利 本公司以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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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